那么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实体教育也成为了教学上的问题 现议员就特别提出了元宇宙的概念 来应用在教育功能的虚拟艺朗 展开跨校跨国的科技艺文体验 和全球链结合与交流 另外也特别针对慢精品的政策 和推展双语教育 全面的来活化英语教学 提升县内双语的国际视野 现已林中空正对推展双语英文国际化 希望政府能够编定预算增加私資 让国际看见花莲 另外正对元宇宙应用概念 也提出多项建言 它逐年的观光的人潮会逐年递减 当它的受众已经不再变成那么聚焦的时候 我们作为我们县政府的一个领航者 就要去思考如何改造 如何把最新的一些创意带进 让花莲呈现给我们全国的民众 所以对于未来许县长的一些施政的方向 本期在这边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半新井花莲 国外有不少的学校 已经实践元宇宙家教育 像几年前的美国 还有在毕业典礼呢 在加州的伯克里毕业生呢 都能够透过这元宇宙 来完美的呈现他们的毕业典礼 在疫情的引起影响之下 那日本呢也开始追求 追求这个元宇宙的一个热潮 重现这些学校的场景 让学生在疫情的远端上课 也能创造出精彩的一些校园生活 那疫情呢 虽然无法让我们学生能够在物理的空间相见 那至少可以透过元宇宙 把大家都聚在一起 5G的示范教室 而国风国中 轮山国小 左西国小三所学校里呢 也提供了VR的一个头盔 让学生可以深情体验 那花莲呢 现在只局限在体验而已 而并未实质的 与元宇宙结合教育的一个应用 数学教育也还不够普及 所以希望呢 县政府呢 能够认真来观摩学习 未来呢 如何将这个技术呢 融入教学 如何培训更多元的技术的 更多元元宇宙 技术相关的师资呢 让更多的学子呢 能够有更优良的学习环境 那现阶段三所学校呢 也只有提供VR的头盔 预计何时呢 预计何时呢 才能够将VR的设备 及元宇宙的概念 普及到每一个校园呢 这也是本期呢 此次呢 针对县长 还有我们县政府的一个 议题的一个询问 儿童的Omicron住院比例 高于成人 那住院人数也是Delta时期的五倍 死亡率也总数也是上升3.3倍 那Omicron的死亡率高达0.35% 是我们流感的七倍 那从2022年以来呢 全就照美国的一个数据 就是有616个儿童死亡 3%的小朋友得到Omicron之后呢 有可能会感染我们中枢神经的系统 会痙攣也会造成脑膜炎 那台湾首批的 77.76万的儿童剂型的疫苗 已经到货 那可只介于5到11岁的儿童可以接种 但能有许多儿童低于5岁的 还没有打到 没有办法打到疫苗 那家长也会担心疫苗的副作用 发生在小孩子身上 婴幼儿能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 新年龄中枯表示 受到疫情的影响 加上科技不断的发展 缘运作也成为现代青年学子 新的知识和概念 也希望幸福能够加以重视 来营造化炼成为科技的美丽好城市 记得很喜欢观众